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別再將這些症狀視為習以為常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徵兆千萬不能小看 輕忽他們 當心錯過黃金治療期 好辣軍團們 又曾忽略哪些問題了呢 此番小護理師林葉宇君 哈囉 大家好 很多時候尤其是女性 就是對於老化這件事非常敏感 尤其你看到你什麼 什麼東西漸漸下垂啊 或者是乾燥 或者是膠原蛋白流失 你就會覺得 這一定是我老的問題 但是有時候不一定是老 可能是 像我今天剛剛講我的血壓 你知道他觀念有多差嗎 怎樣 我說我今天量的高血壓 是128嘛 低了81嘛 他說有點高耶 那應該不是基本要122嗎 請問一下哪裡高啦 你有領域血腸嗎 高什麼高啊 真的有點高 正常血壓是1280 年輕人120正常沒錯啊 可是到六十歲的人 怎麼可能120 沒有 瓜哥你在我們的心目中 是年輕人 那妳血壓量過嗎 我是低血壓耶 妳是多少 我真的很低 妳量都沒量 就說自己都血壓 因為我有曾經量過就是 然後是多少的 然後我想說 不是體重耶 不是 真的是血壓 妳血壓計壞掉三十九 三十九 已經在冰庫裡面了 真的 我就想說是不是壞掉了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我是低血壓 然後那一天又是 就是運動過後 因為那時候在學那個 有沒有 然後就那個倒掉 所以我整個血壓什麼之類的 都打亂了 不過妳怎麼樣 都是要關心自己身體 隨時要做檢查 當然隨時的年齡 是有一點點尺度 但是如果把自己像剛剛醫師 要求我們再嚴格一點 那不是更好嗎 對...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點症狀 就要就醫了 來看一下 別再把症狀推給老化 小心背後隱藏恐怖殺雞 下垂不是整形就好 下垂不整形怎麼辦 有的人眼 像馬英九進去割 不是太愛漂亮 它會影響她的視線 那你割 你根本看不到啊 它那個眼瞼下垂 對 會影響視力 就是我們慢慢的那個 皮會越來越鬆 然後提眼瞼肌 我們有一個肌肉把眼皮拉起來 那個也會鬆掉 那到最後你的那個眼皮蓋下來 變成你看出去的視野都蓋到 幾乎都蓋起來 真的會蓋到視線 對 而且有時候 它一直在刷你的腳 所以它不得已才去割 我要講的意思 很多東西不是因為美觀 是沒有影響你的功能 那個就不僅是只有胸部 下垂地方不是只有胸部 太多東西可以下垂 50歲停經後的婦女 有60%的人都會有這種下垂 那比較嚴重的 大概20%需要就醫 那大概怎麼叫做比較嚴重 就是你到 那甚至於有的人 比較嚴重到是 你一用力 肚子用力的時候 會不只是漏尿 還會漏大便 子宮下垂 最常見的大概是 跟我們生小孩有關 尤其你自然產過 一胎兩胎 那大概兩胎過後 以後我們的骨盆的鬆弛 陰道的鬆弛 都會導致說 下垂的問題 機會就會比較高 那第二個是 常常提中物 那我記得我之前 也在節目分享過說 有一個病人 他是在扛瓦斯的 那常常提中物的話 你的肚子的負壓就會增加 那也會增加這種 下垂的機會 那第三個是 有些人他很喜歡爬樓梯 那像我們有時候 到那個 到馬祖去治園的時候 就發現 那邊的婦女 這種下垂 漏尿的機會就滿高 因為那個 整個那個馬祖 都是那種山坡型地形 那你每天上下 就是這樣子一直爬 一直爬的這種情況 另外一個是 一般來講 百分之 60的人會 但是20的人是比較嚴重 那也就是說 大部分人 你可以做一些自我的 譬如說 來改善 那當然另外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減少避免這些 不必要的一些負重 或者是說 不必要的動作 那 不必要的生太多小孩 也是你經常 就不用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你很嚴重 到醫院來的話 我們大概第一部分的話 會用 譬如說用生物回饋的方式 電視機 齒波椅的部分 那再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要用手術 那手術比較輕微的話 我們就是用 懸吊的一個手術的方式 就有一個人工附膜 那再嚴重的人 那我們可能就要 整個子宮拿掉 然後要做骨盆的 重建的這個手術 那我印象中 大概有一個 大概40多歲的這個婦女 那她當時來 事實上是從精神科轉介來說 她本身是在一個 那種 就是類似那種運動中心 然後在做那種 重訓的老師 一個女生 然後結果她就說 她突然有一天回家以後 那家人就發現說 她都不出門了 然後上班說 上班了她也不出門 然後就整個人的那個 心情非常沮喪 那後來他們就鼓勵她說去 怎麼問也問不出來 所以就鼓勵她說 要不要去看精神科說 怎麼會憂鬱症這麼厲害 結果後來一問的結果說 她就說 那一天在教重訓的時候 結果她一用力的時候 就整個褲子都濕掉了 那就很尷尬 她就覺得說 第一個她是覺得很糗 那第二個是說 那以後我怎麼做這個工作 我就 這是我謀生的技能 那我怎麼辦這樣子 所以她就越想越憂鬱 那後來我們來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她那個子宮已經脫垂到 已經到門口了 就陰道口 那我們一般的拖嘴 我們大概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就是輕微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會掉在陰道裡面 那再嚴重的時候 就會掉到陰道口出來 那後來這個病人 我們就真的還是要建議她說 因為已經很嚴重 你在做懸吊也沒有用 就是整個子宮栽除 然後做這個骨盆重建 然後還要用人工腹膜把它撐住 去縫起來 對 那當然另外還是要 還是後來也是建議她說 因為你即便做完這個手術 如果你還是做這樣子的工作的話 可能對你來講 有可能五到十年以後 這時候掉出來不是子宮 是腸子 因為子宮拿掉以後 腸水可能會掉出來 那還是建議她 後來她慢慢的就是 也改變她的形態 就是說 她可能不是以重心為主的 這種的一個 一個教學的一個模式 其實你看那個 叫大力士比賽 尤其波蘭農威那種 對 不是扛那個石頭比賽 對 拖幾輛卡車 對 那個曾經有大力士過 用力 整個腸子都 跑出來 跑出來 跑出來過 所以她重心太用力 會整個拖鋼出來 男生也會 男生會 男生會 男生從屁股 是不是就是散氣 男生在下面只有屁股而已 對啊 你們不然從哪裡掉出來 我們主幫 我不知道不是男生會有散氣嗎 可能掉到那個 散氣是從旁邊 對 事實上散氣也是 如果你常在用力的 也是呢 也是比較容易會發生 沒有什麼 我分享一個案例是 比較特殊是一個 很年輕的女生 有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女生 然後她來的時候就是說 她會 然後常常無緣無故腰痠 然後站著久一點的話 這個腸痛跟腰痠就更厲害 所以就來想要做檢查 那我們就給她 躺到床上的時候 請她做個腹部超音波 結果我們躺上去以後 一看這個女生 她非常非常的熟 她大概身高是158 那她的體重 我後來問她 大概是42 然後 對 所以她做檢查的時候 我看到她肚子 是整個都凹下去的 那我們做超音波 結果我看到她什麼肝膽 什麼腸子都正常 結果反而是看到說 然後水腫的程度還滿嚴重的 算是中重度水腫 第一個你要懷疑 你有沒有腎結石 掃描年輕女生 根本不可能腎結石 第二個我們就會想說 她會不會有 我們那個膀胱跟這個腎上 有一條輸尿管 有一個接口 有一些人在這個 年輕的時候 就是她這個 鬆掉了 所以常常這個尿液 從腎上排到膀胱以後 她這個開關關不緊 她的尿液又從膀胱 在逆流為腎上 這個我們叫做 膀胱疏尿管逆流 有這樣的人常常會兩邊腎水腫 所以我就請她去醫院 做這個腎臟的疏尿管攝影 結果呢 去了以後反而發現 結果她居然不是這個病 她居然是得了一個病 叫做 什麼叫腎臟下垂 腎臟下垂其實就是 我們醫學名詞叫做 游離腎其實就是 很常發生在女性 因為通常都發生在 我們的腎臟外面 有一圈這個脂肪墊 她就是負責固定腎臟的 當你一個人太瘦的時候 你這個腎臟外面的脂肪墊 就沒有了 沒有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躺著的時候是沒事的 可是假如你站起來 你看這個腎臟跟塑尿管 本來這樣直直的下來 但是當你這樣站起來以後 你的腎臟就會垂下去 這樣子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的塑尿管就折到 就變成你腎臟的尿 就排不出去了 所以這種人 常常是在站著的時候 特別容易腰痠背痛 甚至會肚子脹痛 那這個病很容易醫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叫她 對 要不然就是叫她用個束腹帶 再固定一下 可是很嚴重的案例 有時候是需要去手術固定它 所以脂肪也不是全然都是不好的 它其實還是 在我們身體還是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 那像這種 它可以運動嗎 它可以運動 但是它運動有時候就會 很常見的就是運動後血尿 也是游離腎的一個症狀 因為它重力拉扯 扯一扯...它就受傷了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什麼 倒立的運動 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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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那麼久 終於醫師有講 講一點像比較像人的話 脂肪是有好處的 對 但是我有個問題 因為我的內臟脂肪只有1 然後就算我以前吃胖 但是內臟脂肪也沒有變多 1而已 內臟脂肪跟我們一般的體脂肪 其實是不太一樣 內臟脂肪 剛剛張院長提到的那個 維持我們脹氣的脂肪是不太一樣 妳講的是肝上面的脂肪 或者哪裡的脂肪 跟你堆的脂肪是不一樣 對 那個脂肪反而重了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我吃胖 我的內臟脂肪也沒有什麼增加 那是好事情 對啊 我想妳可以多喝一點 幹嘛這樣炫耀 炫耀 然後就是它會有這個狀況 剛剛講的是體脂肪不夠的人 對 所以脂肪墊墊不起來 而不是內臟脂肪不夠的人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想說 下垂就是老化 可是有時候單純下垂 你還是要小心很多這個事情 我們之前有一個60歲的男病人 那因為他兒子要娶媳婦了 所以要辦喜宴 那他老婆就跟他說 你也要去整理一下 因為他看起來 他白天剛起床的時候 都很有精神 那個目光炯炯有神 然後他還在上班 他去上班的時候 中午如果他沒有睡午覺 他眼睛就會變像加飛貓 就關起來 然後他的同事就說 你很誇張 你沒有睡午覺 看起來就很沒有精神 然後他如果去睡一下 醒過來 眼睛又開起來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你去檢查一下 看要不要割雙眼皮 老化性雙眼皮 是不是你老了 眼皮沒有力氣 然後所以他就來我們門診 我們就幫他檢查 那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項檢查 就是請他看一個定點 那我們要評估一下 這個位子要畫在哪裡 15秒 他撐不了 你現在你要用力 我用力了 然後就慢慢站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不太對勁 這不是普通的老化性的眼皮 覺得怪怪的 就跟他說 你先去醫院檢查一下 因為我們心裡是這麼懷疑的 有一個疾病叫做 重症肌無力 那60歲的男性 其實也是浩發族群 所以我請他去檢查 那做了一系列的這個 神經學的檢查 然後還抽血有一些抗體 驗出來他真的是 就是所謂的重症肌無力 那這個重症肌無力 就是他有一些抗體 會去在那個我們的肌肉上面 去附著 所以當我們的運動神經人 去叫肌肉要動作的時候 他擋住了 所以他這個是 就是隨著重複的刺激 他會 所以你叫他張開眼睛閉下 張開眼睛閉下 到後來他就說張開了 然後眼皮其實是蓋住的 對 那這個 如果你只是單純去開眼皮的手術 並不會改善 而且可能還會更嚴重 所以後來還好 我們有警覺到說 你這個不是老化的下垂 好 要先去做治療 那一般這個治療其實很簡單 會有一顆藥給他吃 叫 就是給他吃以後 眼睛就會變有傷 那其實是抗乙烯膽鹼的 這個一個藥物 那他還滿幸運的 因為其實 重症肌虛力的人 不是只有這邊 有的其他也會 包括說他說話 有時候吞咽都會受到影響 但是這個病人沒有 他只有 目前就只有他眼皮的地方 還有就是他到下午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東西 會有點模糊 那這個藥效 跟胃耳鋼差不多吧 是不是 他需要 你不要大力玩就覺得什麼 沒有 全部都會開的 不是嗎 這個好像 那你沒有用 你肌肉都開了 那你不能開 瓜哥那邊沒有肌肉 那邊沒有肌肉 瓜哥那邊沒有肌肉 是喔 對 那裡面 我說奇怪 眼睛都亮起來 所以要吃大力玩 其實他不是 他抗體我們有說 就是他是附著在那個肌肉上面 所以我們只是把 讓乙烯膽鹼鹼的濃度提高 所以其實這個藥 它有不同等級 有的比較嚴重的 甚至是要用到 我的意思是他每天要吃的 對不對 他還是需要在門診固定追蹤 所以有些那個 夏醫師講的 重症肌無力的患者 有時候還要特別去做一些檢查 不是直接找整型外科就可以 因為像我們採訪的時候 遇過最有名的一個個案 就是前行政院長唐飛 而且那時候新聞很大 是因為 他即將要接任行政院長 那就在520要上任之前 突然新聞爆出來 就說他要去開刀 那當然國人就很緊張 想說一個行政院長 還沒上任就要開刀 對 他的健康有問題怎麼辦 那當然他本人也開誠不公 那時候就有出來證實說 他確實要去開刀 但是這個手術就是相關的評估 什麼都已經做過了 他是發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520他要上任 可是在兩個月前 就大概三月的時候 他左眼先下垂 後來很快的一個月後 兩眼都下垂了 後來有一查 查到是胸腺瘤的關係 因為其實有很多 胸腺瘤的患者 他的這個症狀之一就是 這個眼皮會下垂 對 那所以他就是 重症肌無力 後來醫院有幫他做開刀 就是要把這個摘除 那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比較早期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採訪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主治醫師說 他是做一個大刀 就是切胸骨切了20公分的大刀 然後把那個瘤拿掉 然後之後當然就是 恢復得還滿不錯 那當然現在來講 就是有更進步的方式 可能就是一個 比較微創的方式 可以做處理這樣子 你如果那個瘤沒有拿掉 你的症狀是不會消除 就算你再去做 眼皮手術也沒有用 而且你現在講是2000年的 對不對 對 以前是19年 20年了 對 我之前遇到一個朋友 其實他是一個長輩 五十幾歲 那某一天早上6點 就打電話給我 我想說什麼事情 而且還打給我 還是視訊 就直接說 你為什麼要怎麼辦 我沒辦法喝牛奶 牛奶會從嘴巴流出來 他還直接視訊給我看 就真的就是口水 牛奶就直接從嘴巴流出來 然後我說 你這樣子要不要趕快去掛急診 你這樣怎麼辦 他說不行 我今天一整天很忙 而且現在反正疫情的關係 外出可以戴口罩 我就先戴著口罩 先遮一下這樣 我說你確定嗎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太對勁 就到了晚上十二點半 我還記得一大早跟很晚 他又打給我 他說 明華 人家是 剛才講的都是 臉下垂 對 張不開 他是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發現 他連眼睛都閉不起來 所以我就說 那你現在眼睛都閉不起來 沒辦法睡覺 你總要去看醫生了吧 所以他就掛急診 結果醫生就檢查 是顏面神經失調 對 然後當然我就問他說 那醫生有說什麼原因嗎 那其實他說 也沒有什麼特殊原因 就是可能跟 壓力大 然後太疲勞 太疲累有關 然後後來也是 中西醫的合併治療 慢慢慢慢才恢復 可是你是營養師 他跟你視訊幹嘛 對啊 因為他正式可能 沒關係 我是買錯牛奶了 沒有啊 然後他周圍又沒有 就是比較 比較親密的醫療的 就是相關的人 他想說先問我這樣子 像這個 這個顏面神經麻痺 其實在我們科 也是滿常見的 其實我這邊 講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也是一個 我住院醫師時期的一個 特殊的Case 那來的是一個80歲的老奶奶 然後他來的時候其實 他就主述說 我以前大概十幾二十年前 大概耳下這邊有一顆 小小的腫塊 但是他不以為意 也不會痛 也不會怎麼樣 他就想說不管他 然後有一點點 也是跟他狀況一樣 有一點點肥腳下垂 其實他在祖宿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看到他的時候 是一個臉上 左側臉這邊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肿瘤 這個肿瘤非常大 他就跟我這樣拳頭這麼大 對 就是像個棒球一樣 然後我說阿嬤怎麼 這麼大顆才過來 對 他就說 他其實住在鄉下 然後他覺得這個東西 也不痛不癢 那主要來的原因是因為 他近期可能就是 孫子要結婚 他覺得他要參加他的婚禮 那就不能太難看 就想要說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處理掉 其實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皮膚科是滿常見的 其實他就是一個 通常這個是一個良性的 腮腺腫瘤 因為他就是慢慢的長大 然後你都不會有特別的症狀 但是他當他大到一個 很大的程度的時候 就是會壓迫到我們的 顏面神經 甚至你如果 他通常都是十幾年 這樣慢慢長大 甚至太久的時間 他其實也有癌症的可能 大概在5%的機率左右 然後我們就跟阿嬤說 你這個是可以拿掉 如果是良性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它摘除的 只是說他年紀比較大 但是好在阿嬤在鄉下工作 身體很硬朗 所以就可以接受 全身麻醉的手術 然後手術也順利的把它摘除了 對 然後他的這個顏面神經 就慢慢的恢復了 然後有一個特殊 顏面神經麻痺的一個現象 顏面神經麻痺可能是說 有人一個小感冒 就忽然歪掉 但是他在恢復的過程中 慢慢恢復的過程中 忽然發現說 我怎麼嘴角好了 然後我吃東西的時候 竟然會流眼淚 太好吃了 對啊 太感動了 太感動了 我們俗稱叫做鱷魚的眼淚 對 就是說鱷魚在它 捕它獵物的時候 它其實眼睛也會流淚 就假好心 那這個其實是你顏面神經 它有支配我們的唾液線 它也支配我們的淚線 它在恢復過程中 對 搓亂 搭錯線 它要分泌唾液就分泌眼淚 對 它就同時分泌唾液 又分泌眼淚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片子 那這樣煮菜的人會很感動 你知道這要出來 可是假的 來 第小子 疲倦不是補眠就好 疲倦是感染會常科 很常遇到阻塑 常常大家都會想說 我很疲勞就是肝不好 我以前遇過一個 變成是一個五十幾歲的女生 她就是有長年的慢性疲勞 然後也沒什麼事 去做過一些基本的檢查 也都還好 那她大概半年前 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國家有那個叫 成人健康檢查 她就去做了抽血 驗尿 就是說肝腎功能都正常 反正這半年來 她免疫力開始下降 就無緣無常生病 然後她常常覺得說 工作就是很沒有活力 然後好像常常走路 怎麼樣就會突然就頭暈目眩 就是都快要倒了這樣子 她就覺得說這樣不對 那個前面那個醫師檢查 都說我正常 我怎麼感覺這半年 好像身體沒況愈下 她就想說 那就再找一個肝膽醫生 再重新檢查 那她一進診間 我看她我就覺得說 她看起來是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 我就覺得她不是肝膽問題 她應該是 所以我們要抽血檢查 那她當然不要 因為她就說 我半年前才抽過 那我就跟她解釋 就是說其實大家 就是成人健康檢查 政府給的這個檢測項目 是很基本的肝腎功能 血糖 膽固醇 剛剛好就是沒有 平血這一塊 所以我跟她說 妳要針對血液這一塊檢查 那檢查出來結果 果然就像我想的 她血紅素就很低 正常女性要12 她大概只有7到8 所以很低 所以她很疲勞 但是故事不是只有這樣 她除了血紅素很低以外 我們正常人白血油 大概是4000到1萬 她的白血球大概 大概八九萬 八九萬大家有概念嗎 然後說你得一個 什麼泌尿感染 或什麼腎臟發炎 你的白血球可能1萬9 到2萬 醫生就說你超嚴重 對 那不是她人好好走進來 可是她白血球八九萬 這個其實就是得了一種病 就是一個骨髓的問題 她得的病叫做這個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 血癌 對 所以我們就請她去醫院 做一系列檢查以後 就確定她真的是這個病 那她為什麼會貧血 因為她的骨髓裡面 都是長了很多癌細胞 這些癌細胞就會 所以變成她的骨髓 沒有辦法做正常的紅血球 沒有辦法做正常的血小板 這些 所以她就變成她慢慢慢慢 她就貧血了 那她就會覺得很疲勞很虛弱 但是得到這個病 不是世界末日 因為現在醫學已經很進步 我們後來發現 這個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其實是一種 染色體突變異常 後來就發明了一種 用口服的標靶藥 就可以針對這個 染色體異常做治療 所以現在得到這種 慢性血癌的病人 她每天只要吃藥 她就控制得很好 後來她慢慢白血球 就會降下來 然後血紅素會上升 然後她慢慢身體就可以 恢復到跟正常人 看起來是一樣的狀況 是的 其實提到疲憊 我就想到現在不是很多 三明治族群嗎 他們下班之後 回家上面有長輩要照顧 下面要顧小孩 要照顧小 就是還要做家事 其實整天下來 就是我覺得身體 根本負荷不了 因為我現在 只要工作跟照顧小孩 我常常都會覺得 就是怎麼睡 都睡不飽得累 你們很有同感吧 對 你還不需要照顧上一輩 你就有沒有 小孩就大膜 然後再加上什麼 我這樣子 我就是三餐 根本就也是不大正常 所以我身體其實 常常會出狀況 然後感覺就是身體 保護力好像沒那麼好 然後我就發現 就是現在不是很多人 都是喝那個基金 顧身體嗎 對啊 所以其實我就去找 我就找這個 百年歷史大廠牌 大牌 對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基金是有那個 雙認證的 它就是可以 然後還有那個 免疫調節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們大家可以 這個很需要 對 是真的是非常需要 可能剛開始會跟我一樣 會很怕那基金可能害油 或者它的味道 但其實這一罐 就是沒有想像中這麼可怕 你們試喝看看 因為它喝起來 對 要聽到爆一聲 爆 就是健康的聲音 它喝起來其實就是 很香 很香 就是雞湯的味道 然後它沒有防腐劑 也沒有調味料 然後零檔不存 重點是低鈉 它的鈉含量 好像大概54毫克吧 比一瓶牛奶還要低 所以它應該沒有額外加鹽 應該是它本身的大力 沒有 你喝起來鹹鹹的 對不對 一點點 提音樂就是 小分子生態的天然味道 它今天可以加熱的對不對 這可以自己加熱喝嗎 我覺得可以自己加熱 因為有時候 我會拿來入菜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 比如說你煮湯麵 什麼加進去 其實就可以幫健康加分 對 像其實除了這以外 我就是真的現在 比較沒有時間 跑健身房對不對 所以我在家裡頭 就會簡單做一些運動 我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負重深蹲 對 就是你可以拿一些重量 就是你自己可以負荷 可是一定要有點重量的 然後做深蹲 然後與肩同寬 蹲下去的時候 只要記得 就是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然後大概一天做個20下 50下這樣慢慢增加 就可以增加下半身的肌肉 然後再來就是上半身 手的話 我就可能會做一些抬啊 上下台 前後台 左右台 然後再來轉一轉 然後做這些運動做完之後 我就會補充一瓶幾筋 對 然後其實這樣子啊 就可以我覺得是維持 我自己身體的那個保護力 有有有 因為你知道嗎 我喝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身體真的很有感耶 我就沒有像以前 這麼好像容易很累啊 或者其實就真的比較少 去跟醫生們報到 所以我就會給我老公啊 給我父母喝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 很會擔心他們就是 保護力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這就是打底啊 對 可是你至少你有充足的一些營養 然後充足的一個保護力 其實你就是 在顧全家的時候 上或下 其實都要有 游刃有餘才可以 真的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是睡就可以了 對啊 所以就是要這樣額外的補充 其實我們台灣正式進入老年 女化社會 其實像我們在座 三四十歲的族群 其實的確就是 所以這個族群其實是在 面對壓力 或者是體力消耗最大的一個族群 所以如果長時間一步注意 保護力可能下降了 等到發現的時候 可能都太遲了 而至於說 剛剛阿諾提到這個雙認證基金 其實它可以幫助我們 促進免疫細胞的增生 其實免疫細胞 就像我們身體的防衛兵 其實隨著年齡的增長 就會變得越來越少 越來越老 所以其實促進身體的這個 免疫細胞的一個活性的時候 增生的時候 其實當然我們的防衛兵 的數量跟品質 都會獲得改善 再加上它可以促進這個 吞噬細胞 跟自然殺手細胞的活性 所以對於監測 偵測外界的一個不好的細胞 加以殲滅掉 其實都會比較準確 比較有效率 其實再加上這個產品 它本身是 就是藉由這個獨立技術 萃取出活性胺基生態複合物 也就是所謂的小分子蛋白質 所以我們身體的利用率 都會比較好 而蛋白質其實本身就是 免疫細胞的原料 它所需要的原料 而至於說雞精 其實在我們營養師 也認為是 最接近原型食物的 優質蛋白質來源 雞精 跟一般所謂的其他的 營養補充品比較起來 然後再加上其實它是 萃取出雞精的精華 所以沒有任何的油脂 所以其實我們在補充的時候 不用擔心 對身體造成額外的負擔 對 所以其實比如說 包括一些職業婦女 可能平常要工作 要照顧家庭 或者是一些運動員 想要補充一些 體力營養的話 其實雞精是一個 滿適合的一個選擇 對 因為自己在家 如果用整隻雞燉是比較麻煩 很麻煩 很方便 那我覺得這個加熱 就像喝雞湯裡面 其實像我自己 我除了單喝之外 我還會 比如說我有直接加在湯裡面 或者是燉魚 我還有試過燉魚 其實它有點類似 可以取代調味料 是 因為喝起來有一點鹹鹹的 但是調味料就可以少喝 我喜歡煮湯麵 然後加在湯麵 好像都覺得那整碗 會好好喝 對 你也不用再加 其他調味料 對 很健康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第三樣要講的是什麼呢 好 乾燥不是補水就好 口乾 舌燥在門診 真的很常碰到 年紀越大的族群 其實越明顯 中年來都開始留意口乾 覺得怎麼喝那個乾燥 都止不了 我們都知道可能跟很多疾病 像肢體免疫疾病 糖尿病 腎臟病 都很多關聯性 我就舉一個案例 我的個案是這樣 她大概55歲的一個女士 那她就是在傳統市場做生意 有一次來看宰就跟我說 她最近口乾舌燥 已經一直口乾一直喝水 都喝到肚子很脹 還是覺得口很乾 她很困擾 那知道所有人家說 用口乾要小心糖尿病 她也去過診所驗過血糖 醫生說沒有啊 你血糖很正常 她覺得很奇怪 到底怎麼回事 就來醫院找我來詢問一下 那我就了解一下 我跟她說其實 我們台灣很多人口乾 就是 你有沒有吃什麼藥 她說我們大概有 四百種種藥物都會口乾 脂痛藥 利尿劑 有一些抗憂鬱症的藥 甚至很多感冒藥 抗主治安 去鼻沖血藥 都會口乾 所以很多人都有經驗 你就吃感冒藥 完一陣子就覺得口乾舌燥 對 她說沒有啊 有一陣子有吃 那時候口乾很嚴重 所以我現在也沒有吃感冒藥 我還是很口乾 那我就說因為她年紀 大概五十五歲 我說你現在停經了 她停經了 她有一更年期症狀 大概有一段時間 也容易會口乾舌燥 因為熱潮紅 她說其實她已經停經 也三四年了 都沒有這種症狀 所以自己也越問 我就說好像沒有一個方向 我說那要不要抽血檢查一下 她說算了 就先不要抽血好了 我就再觀察看看 因為我聽我這樣解釋 她覺得好像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我說好 那就過一陣子再看看 結果大概再過一兩個多禮拜 那個女生又回來看診了 她就說黃醫師 我現在口還是很乾 我說那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她說有一個症狀很困擾她 她到最近打麻將 她一摸牌就人就緊張 我說這個問題 其實我那時候聽到有點想要笑 摸牌很緊張 很正常的 黃醫師問她說 她說不會 最近打比較大嗎 她說最近也沒有打比較大 對 我覺得奇怪 她說摸牌緊張到會有點手抖 這個很嚴重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如果萬一不小心 沒有碰好相公母 對 她就很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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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掉了就不算了 對 我聽到 對 我聽到關鍵症狀會手抖 我要手抖 我說這個年紀的女生 口乾手抖 會不會心悸 她說對 她常常有時候 就突然覺得心臟蹦蹦蹦跳得很快 我就想到 可能要驗一下甲狀腺功能 那我們來抽個一些檢查 果然抽一些報告起來 它的我們甲狀腺刺激數很低很低 甲狀腺數很高很高 就很典型的叫甲狀腺毒症 那其實驗起來是所謂 自體免疫性質的 就是因為甲狀腺一直被刺激 一直分泌甲狀腺數 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很快很快 產生很多很多熱一直在加速 所以她會覺得很容易熱口乾 就一直想要喝水 然後就跟她說這樣子OK 我們來吃個藥 手就不會抖 打牌就不會緊張了 她就開始就控制之後 慢慢慢慢就穩定下來 口乾的問題就緩解了 你知道 甲狀腺的問題 是 甲狀腺的問題 那有一次我們就有一個 50多歲的女病人來 她就說頭很癢 皮膚也很癢 身上乾得不得了 那她說醫生我皮膚真的超乾 我一看 那個燈一沾下去 全部都是細細白白的屑屑 她說可是我也有喝水 我也有擦乳液 為什麼我整個人都還是這麼乾 她說醫生是不是我挺筋的關係 我說我怎麼說 她說我好像不是只有皮膚乾 我覺得我眼睛也很容易乾 然後我最誇張的是 我跟朋友出去吃飯 我吃一口飯 我還要配一口水 然後她就說 我跟你說我下面也會乾 我說這樣子 這個年紀是滿吻合的 可是我們一般這個更年期 你說一些乾燥或什麼的 比較不會說到嘴巴吃東西 你都要配水喝 我說你皮膚的部分 我先幫你開一些藥物 可以幫助你改善 但我覺得你要去眼科 免疫風濕科做一些檢查 要做什麼檢查呢 因為眼睛非常乾的話 眼科有一個檢查 會掛兩個小紙片 你有時候在眼光中 會看到兩個 大概在掛兩條這樣子 那個就是在測她那個淚液 那另外那個唾液腺 如果她這麼乾 吃東西都要喝水的話 也是可以有一些影像學的檢查 測她這個唾液腺的一個 分泌狀況是如何 那包括說免疫風濕科 還可以抽血 測一些抗體 結果她真的去驗 全部都有症狀符合 就是她有乾眼症 唾液分泌也是相當不夠 那後來抽血也是有一個抗體 所以免疫風濕科 最後給她一個診斷 她說 人家是乾燥花 你是乾燥人 整個人非常非常乾燥 那我們醫學上還有一個名稱 叫修格蘭氏症 對 那這個修格蘭氏症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其實我們免疫系統非常複雜 當我們產生一些抗體的時候 她到處亂跑亂攻擊 攻擊到眼睛的淚腺 她就不產生淚液 攻擊到我們唾液 她就不產生唾液 那她吃東西可能不覺得 我們每吃一口 其實我們脫衣都很認真在分泌 那這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你 所以這種病人有時候去檢查 滿口都是蛀牙 所以她的皮膚也會被攻擊 所以她以前都不知道 她只是覺得說 皮膚好乾 怎麼老是長疹子 可是這些疹子又沒有特異性 那後來這個病人 在免疫風濕科 也是要吃藥做一個控制 所以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免疫風濕科的病人 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就一直加上去這樣子 不過往好的方面想 至少她有吃藥 是可以控制她的症狀 改善她的生活品質的 那我因為工作關係牌照 我會習慣帶一種東西叫做 那我這樣看起來眼睛 因為就很大顆 可是我一帶大概可以 那大概一年多 那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越帶的時間越短 可能變成八個小時 七個小時 六個小時 那到現在我是大概 大概兩三個小時 我就受不了了 那我一開始想說 會不會像醫生說的 我可能因為少喝水 所以皮膚乾 那眼睛也是呢 那我後來就喝2000CC的水 每天喔 然後發現 症狀一樣沒有改善 一樣很容易 卻又戴隱形眼鏡 眼睛很容易就乾了 然後我後來找醫生 然後醫生說 你這是乾眼症 對 那你可以滴 那個人工淚液 或者是人工淚液 膠可以改善 所以我現在是變成說 我拍完照啊 或者工作完 我就會把隱形眼鏡拿掉 不要戴 這樣眼睛比較舒服這樣 會不會也是因為你戴了 然後變成有乾眼症 因為我以前都戴十幾個小時 我覺得會是耶 超常的 對 因為我從國中 就開始戴隱形眼鏡 然後我到真的入行的時候 我隱形眼鏡戴只要超過兩小時 對 戴不了 我就會紅 然後我就眼壓身高 然後眼睛就會很澀 然後就是完全沒辦法工作 所以我最後就去做那個雷射 然後雷射完之後 真的假的 就走出來已經回不去了 然後我說 因為那時候我問妳妳說 妳沒有乾眼的狀況 對啊 我就去做了 結果我就有這個狀況 怎麼會這樣怎麼辦 那時候睡覺睡起來 我那個有時候把那個眼石 會乾到就是 我張開會刮眼睛那種感覺 很痛耶 然後我眼睛又過敏 所以我常常就這樣子 去弄它的時候 就是常常眼角都會流血 所以我現在就只能定時 就是我就要一直補充 就是人工淚液 可是因為現在人家問我 我都還是會說 可能要自己考量一下 因為我可能本身 在做這個手術之前 就有他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可能 只是要去評估 可是派派是沒有手術的 我是純粹為了漂亮 才帶那個瞳孔放大 所以妳沒有近視啊 沒有 那妳真的要好好保養一下 真的 派派本人應該跟螢幕上 沒什麼差了 有的是天差地別 你不需要 之前就遇到有一個患者 他是五十歲的男性 他本身是有三高沒有錯 可是有一陣子 他就突然發現自己身體 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他會口渴 然後怎麼補充水都沒有用 嘴巴很乾 然後還有全身疲倦這樣 那因為很不舒服 所以他有就近到家裡的 那個附近診所先去看了 那醫生當然就先問他 然後也幫他做一些檢查 發現他的血壓 血糖 其實還算穩定 就是他控制得也還不錯 但是就進一步問他說 那妳還有哪裡不舒服 有聽到他提到一個症狀 他說最近好像 他醫生就覺得 這個蛛絲馬跡 可能要再驗一下 後來就幫他驗了肝腎功能 還有電解質的部分 而且也有問他說 你平常的生活 作息 工作等等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他是一個做監工的 也就是每天是在戶外工作 然後大太陽底下 那當然他會跟醫生強調說 他其實喝水也是有 有注意在補充這樣子 但是從這個檢驗發現 他有一個高血鈉 跟低血鈴的這個狀況 那就是有一些異常了 還有他的那個 一些從他的這個身體的症狀 去比對起來 就發現說 其實他可能是 所以這個醫生後來 就幫他轉到那個 覺得這個不可小覷 就轉到大醫院的那個急診 要趕快去看 像前陣子很多新聞說 什麼農民突然就 躺在地上就昏倒了之類的 那像這種就是有時候我們身體 缺水到一定的程度 你其實補是來不及的 有時候你可能必須要去看醫生 那從這個熱衰竭之後 可能進一步就是所謂的 當你核心的體溫 降不下來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有嚴重的後果 比方說器官衰竭 昏迷甚至會死亡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有時候 口肝也是一個 要很小心的事情 像剛剛黃醫師還有像那個 蔡醫師都有提到的案例 基本上都是大概50歲以後 那事實上50歲以後的婦女 最主要是因為更年期 荷爾蒙的 女性荷爾蒙的一個降低 另外的話就是說 女性荷爾蒙事實上 對我們身體裡面有一個 所以讓我們的皮膚 比較有富含這些膠原蛋白 然後有保濕的作用 我記得之前有那個病人 他就是覺得他自己很虧 為什麼很虧呢 就覺得說 那後來去看泌尿科 那泌尿科看了幾次以後 他就覺得不對 就說那我還是建議 同樣我們那個 下三流的好朋友 就是 因為你們的下三流 專管下三流的這個醫生 那他們就說 你是不是可能是因為 一直在陰道園 所以才會造成你尿道園 所以來看婦產科這樣 那一來的時候 這個病人就跟我說 但是我非常的愛乾淨 而且我就是覺得 會乾不舒服 那我常常洗 那問題是來了 就是說我們的皮膚 你已經比較薄又比較乾 那你在用一般的肥皂 去洗它的時候 你越洗越糟糕 你把上面的那個油脂 就越洗掉 所以他不斷洗完以後 不只是乾 而且還會搔癢 所以就會變成 也一直抓傷 就造成這種不斷的 一些感染的問題出現 那像這樣的病人 後來我們就建議說 你要補充荷爾蒙 我們就建議他是直接 塗抹在陰道 跟這個尿道口的 這種荷爾蒙的部分 那女生的部分 因為尿道 它本來就比較短 大概是四公分 所以為什麼女生 尿道也有機會 比男生高很多 那到停靜以後 它又會外翻 又會再更短 那可能有人甚至於 短到不到三公分 那所以變成說 感染的機會就會很高 那就建議他大概 用了大概半年左右 他的狀況才慢慢慢慢的 一直改善這樣 那現在就沒有這種 重複性感染的問題 那也是覺得說 不但這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也覺得說這個滿意度 就是說 雖然到了停靜更年級 還是有需要 那就是說 跟先生在一起的滿意度 也增加了 對 其實詹醫師講到 這個滿意度 其實我覺得女生 真的很可憐 更年級前 要懷孕生小孩 更年級後 又會遇到這些更年級的問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 一對夫妻就是 差點因為更年級失和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 詹醫師講的 其實更年級之後 女生可能就是泌尿道 陰道可能就是會乾燥 所以其實在刑防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疼痛感 或不舒服 那其實之前就是朋友的爸媽 就是因為這樣子吵架 然後就是因為 爸爸就懷疑媽媽 是不是外面有小王 明明就六十幾歲 有什麼小王 我也是不知道 然後後來媽媽就有跟他講說 因為更年齊 所以他下面會不舒服 然後爸爸怎麼聽得下去 因為他也不太 也不太了解這些問題 然後就是 而且越講不要 就會越要 那每天都要 其實媽媽就會更痛苦 想說我都已經很不舒服 然後還去買潤滑劑 那其實也沒什麼用 然後後來到最後真的受不了了 因為爸爸還查 請還什麼放在他手機裡面 那個什麼 定位他 他每天都在家裡 是要定位什麼 然後後來真的沒辦法 就久離 其實媽媽她自己本身知道 是更年級的問題 但爸爸就一次不了解 而且也不願意相信 後來真的是藉由婦產科嘴巴 醫生的嘴巴說出來是 因為更年級 所以比較乾燥 爸爸才願意相信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女生真的很辛苦 真的 知道這種情形 要先帶去給營養師看 你吃的食物也可以調整 沒有啦 吃的食物可以調整 對啊 可是如果這麼乾燥的 其實跟食物就比較沒有關係 對 食物我們知道 沒有還有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建設 有的營養師也會講說 一個心情 心情故事 女生 夫妻其實來要講給先生聽 對 要共同了解女生的結構 她的先生才會提亮 對 因為現在我們政府都推行 就是要做那個子宮級抹片 那也是一樣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這樣子的問題 在做內診之前 事實上還是可以提醒醫師說 你比較會比較乾比較窄或不舒服 可以稍微用一點潤滑劑 那我記得之前還有一個病人 那就是說 感覺他那個比較窄 我第一個我就選擇比較小 那第二個我跟他講說 你這個一定要提醒更年期的 那也比較不舒服 我就幫他擦一點潤滑劑再用 結果他說 做完以後說 以前都沒有這樣子 每次都很拒絕 因為連做某些就是很不舒服 結果後來他這第二天 就邀了他好幾個 又來找你 不是來找他 他就把他其他好幾個朋友邀來 那我說好 做完以後 最後他就說 潤滑劑很重要之外 其實有的人還會教女生 去練一些東西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道具去練 這夫妻要一起去聽 就會理解 我遇過一個49歲的女生 她就是會異常的口渴 她每天都口乾舌燥 就是像剛剛蔡醫師說的乾燥人這樣 她跟我說 真的好喝喔 我不是亂講 真的一天要喝4、5000C 但是她還是 一直不斷的覺得口渴 所以要到處找水喝 而除此之外 她常常半夜要起來尿尿 所以她老公也是被她吵著睡不著覺 她一天晚上要起來三四次 那她覺得這樣不對 腎臟應該有毛病 所以她就去找了 當時我在當住院醫師 跟著那個腎臟科的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一聽就知道 這個人一定是有問題的 就直接把她收住院 然後我當住院醫師就給她檢查 然後我們檢查以後就 去給她收集尿液 腎臟科最喜歡收病人的尿液 結果這個一收尿以後不得了 發現說 這個49歲的阿姨她一天 一整天她在尿八千CC的尿液 八千CC有概念嗎 正常人一天大概一千五到兩千CC 應該算是正常 她尿八千 她尿八千以外 她的尿檢查起來 她尿都 那個密度比重都很低 就是都尿出來接近都是 像水一樣 然後住院的話一定 每個人住院就要抽血檢查 對不對 抽血檢查 然後發現她血液裡面 那個電結值叫 血液的那個滲透壓 也非常高 也就是說這個人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 叫做 後來就給她做檢查 後來發現是什麼原因 造成她的尿崩 因為她腦子裡長了一個腫瘤 她長了一個叫做 這個蘆菸管瘤壓到了 我們的腦下垂體 我們腦下垂體有一個地方 是專門做一種叫做 抗力尿激素的東西 那這個抗力尿激素就是 給腎臟訊號說 要讓腎臟回收水分 那因為這個腫瘤把腦下垂體 壓壞了 所以她就沒有抗力尿激素 所以她的腎臟就不工作 所以每天就尿 大量的尿一出來 那她因此就要一直口乾舌燥 就要一直喝水 後來我們就找外科醫師 從鼻子幫她動一個手術 因為這個蘆菸管瘤剛好可以從鼻腔 它的腫瘤在鼻子的正後方 所以用內視鏡把腫瘤拿掉以後 它立刻就可以好 它要一段時間恢復 但慢慢慢慢它就好了 這代表什麼 身體有異常變化 不要以為我們用年齡大 視為正常 其實我們剛剛講 如果好好保養 我們不要說回春 回春是 那是一種說法 夢想 只要可以維持 對 我覺得不要掉那麼快 對不對 你如果很努力去做這些 我相信要老化的程度會減緩 來 謝謝大家